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局宣布收紧防疫措施 以遏制变种病毒传播 让很多民众不能欢度圣诞 卫生大臣汉考克表示理解民众感受 但变种病毒已经失控 国民必须一起克服 英国日前发现变异的新冠病毒毒株传播速度更快 荷兰意大利已经在国内发现感染英国变异病毒毒株的确诊患者 为防止这种病毒传入 多国相继宣布对英国入境旅客射线 包括暂停往返英国的航班 香港一名擅自离开医院的新冠肺炎确诊者 20号晚上在望角被警方寻货 并且送回医院 暂时为知他逃走的原因 以及期间去过哪些地方 医管局称 他在治疗期间已经多次不合作 常规检查都要多次劝愈才配合 内地再有零星疫情 辽宁大连20号新增一例本土确诊病例 是此前本土无症状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 而广东广州南沙 广东广州的南沙区20号也发现了一例新冠肺炎核酸检测阳性人员 它的密切接触者核酸检测结果都是阴性 日本青森县东部海域 今天凌晨2点23分发生理事6点5级地震 青森县 严守县等地震感强烈 暂时没有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 日本青夏厅表示 这次地震可能导致海水潮位发生变化 但是不会引发海啸 各位早 今天头条我们来关注到新冠疫情 英国疫情急剧恶化 单日新增近三万六千人确诊 当局宣布收紧防疫措施以遏制变种新冠病毒传播 让不少民众欢度圣诞假期的计划落空了 卫生大臣汉考克表示 理解民众的感受 但形容变种病毒已经失控 目前疫情非常严重 国民必须要一起克服 世卫组织就表示 正在和英国密切接触 同时呼吁民众遵守防疫措施 首都伦敦的防控级别提升到新增加的第四级后 市面一片冷清 虽然是圣诞节来临前的最后一个星期天 不过伦敦是中部交通疏落 几乎看不到路人 原本应该挤满出外度假民众的各个主要车站也冷冷清清 在四级防控级别下 民众需要尽可能待在家中办公 即使圣诞节期间 民众除了特殊原因外 也不允许与家人以外人员聚会 只有购买生活用品等少数情况下 民众可以外出 败货商店外因此挤满长长的人笼 多售卖非必要品的零售商店 娱乐设施 健身中心等 则全部禁止营业 由于发现传染力暴征七成的变种新冠病毒 英国政府原定圣诞期间放宽防疫措施的计划被迫撤销 同时提升伦敦 捷英格兰东南部等地区的防控措施 到最高的第四级 全国1600万人受到影响 当局强调 实行这些措施实在迫不得已 他有批评一些人真相助 撤离开伦敦不负责任 民众则对圣诞驾气泡汤感到无奈 对 我很感激烈 我真的想让人们享受聪明的祝福 保持安全 但我并不认为这是正确的方法 我不喜欢它 我真的恨它 但我们可以做什么 我认为这就是这样我们会通过这个 凤凰卫视做不得 英国日前发现变异的新冠病毒毒株的传播速度更快 导致确诊病例激增 为防止这种病毒传入 多国相继宣布对英国入境的旅客射线 包括暂停往返英国的航班 荷兰卫生大臣德荣和表示 目前已在国内发现了一例感染英国变异病毒株的确诊患者 当局正全力进行溯源工作 除了从20号起实施的禁费令 荷兰可能还会增加针对其他交通工具的措施 但德荣和担心因为变异病毒传播速度过快 当前的措施很可能不足以减缓其传播 意大利境内同样出现一例感染英国变异病毒株的确诊患者 外长金马约通过社交媒体表示 意大利将暂停所有往来英国的航班 以保护本国民众生命安全 而过去14天曾到英国的旅客 也将禁止入境意大利 直到1月6号 有赶在禁令前从英国返回的民众 在机场与家人相同庆祝 法国方面宣布48小时内禁止来自英国的旅客和货运工人入境 期间当局将会同其他欧盟国家研讨新的测试机制 达成一致后将重新开放对英往来 阿尔兰交通部长20号表示 当天起至22号 也对来自英国的航班和渡轮进行限制 一般旅行同样受限 不过就将货运和必需品供应工人排除在外 限制从英出境旅行的国家还有瑞典和德国 德国同时在研究出台其他相关限制措施 比利时也禁止了与英国的铁路往来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0号则发表讲话称 为应对英国丹麦以及南非出现的变异病毒 当局已经暂停了来自上述三国的航班 如有旅客从三国返回 也必须接受14天的隔离观察 内塔尼亚胡还表示 如果有需要 会将更多国家列入禁飞名单 而科威特方面 民航局也在20号宣布将英国列入高风险国家名单 禁止所有来自英国的航班入境 英国已从20号起实施新的第四级防控 但首相约翰逊表示 目前没有证据显示 变异的病毒株会导致更高的死亡率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好 相关话题 我们请时事评论员吴学兰女士 为大家点评分析 吴女士您好 早上好 全全 吴女士我们看到 英国现在发现变异的新冠病毒株 导致确诊病例激增 多国都严防严守 宣布对英国入境旅客设限 那您对现在欧洲的防疫情况 有什么样的观察 我认为现在欧洲的防疫是难上加难 前几天我们知道 法国总统马克龙 他确诊已经是阳性了 而且在他确诊之前 他还参加过欧盟的重要会议 过程当中 他还多次扎下口罩 进行接待的午宴 还有工作的晚宴 也就是说马克龙染病 会不会感染到更多的 欧洲国家领导人不得而知 但是领导人染疫 对于国民的心态来说 这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所以这本身就难 再有刚才新闻已经介绍了 现在英国已经出现了变种病毒 并且这个变种病毒 它的传播力要比原来已存的病毒 要超出70% 最多国家对英国现在开始实施禁令 但是在禁令生效之前 伦敦不少人已经坐着火车 离开了伦敦 而不知道他们身上是不是带着病毒 也就是说 他们会在流行病学方面 留下怎样的轨迹 现在我们还不得而知 另外我觉得还有一个比较 令大家担心的事就是 我们好不容易等来 判来了这个疫苗 可是疫苗呢 它是针对在没有变异之前的病毒 研制的 那虽然现在呢 英国专家说 这个疫苗对于变异之后的病毒 还是有作用的 可事实情况究竟会是怎么样呢 我想大家心中呢 现在还是比较紧张 所以希望这个圣诞节呢 无论是英国 还是欧洲其他国家 包括香港 包括所有国家的朋友们 就是我们不要去凑热闹了 哪热闹 咱们就不要去了 而且亲戚手 戴口罩 还是要成为我们生活中 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因为疫情突变 并且全球疫情 还在一个快速蔓延过程当中 保护好自己 也是我们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人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全全 好的 谢谢吴女士的点评分析 再来看到泰国方面 泰国中部的沙漠沙空府 海鲜市场新冠疫情持续 感染人数上升至694人 而且疫情有向首都曼谷蔓延的趋势 曼谷市政府20号宣布 取消全市所有的跨年庆祝活动 泰国卫生部门表示 从17号沙漠沙空府 海鲜市场一名泰国女商贩确诊后 至今已经对超过1400名市场工作人员 以及密切接触者 进行了检测筛查 20号再有100多名 缅甸籍的外来民工确诊 累计病例增加至694例 由于沙漠沙空府距离曼谷不远 人员往来密切 曼谷当天新增两名有关的确诊病例 为了避免疫情蔓延 曼谷市政府宣布将取消全市 所有的跨年庆祝活动 并且呼吁市民尽量避免外出 泰国政府计划在未来三天 对沙漠沙空府的七个社区 大约1万人进行感染筛查 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 日前向莫德纳药厂研发的新冠疫苗 批出了紧急使用授权 20号早上的经销商的工作人员 已经开始在厂房内 对疫苗进行包装和分发 预计到21号就会开始为民众进行接种 在美国南部密西西比州城镇 奥利夫布兰奇的经销商厂房内 工作人员正在对莫德纳疫苗进行分装 并且在当天就运送出厂 使其能够在货批仅三天后 就成为第二种为美国民众接种的新冠疫苗 莫德纳公司在19号将疫苗运送至经销商 麦克森公司的厂房准备进行分装 分装地点都很靠近美国两大快递公司的航空枢纽 而麦克森公司更是在20号的清晨6点刚过 就发出声明表示 他们已经展开了莫德纳疫苗 针剂和辅助医疗包的分发工作 美国政府计划向超过3700处地点 分发590万剂莫德纳疫苗 由于莫德纳疫苗不需要像辉瑞疫苗一样 超低温储存 能够在普通冰箱里储存30天 因此部分州的偏远地区更倾向于选择莫德纳疫苗 前线医护人员最快在21号就能够进行接种 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专家委员会 则会在20号稍晚决定第二波接种的人选 社会必须的重要行业员工 65岁以上的长者和已经患病的民众 都在考虑范围内 但是趋速行动负责人佩尔纳也表示 原定在年底前为2000万人接种第一剂疫苗的计划 估计要推迟到1月的第一周才能完成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全球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已经超过了7710万 死亡人数近170万 美国确诊总数突破了1822万例 超过32万不治 而巴西累计染病人数超过723万 墨西哥单日新增超过1万例确诊 欧洲疫情持续恶化 俄罗斯再确诊28000多例 英国变异病毒加快传播 国内确诊总数已经突破了204万 印度累计患者突破了105万 史及美国之后第二个确诊病例过千万的国家 孟加拉累计确诊人数突破50万 土耳其的病例继续急增 累计确诊突破202万 成为亚洲范围内疫情最严重 疫情的严重程度仅次于印度的国家 南非再有近1万人染病 累计确诊超过92万 休息一下 回来有环球聚焦 稍后见 欢迎回来 英国和欧盟的脱欧贸易谈判 仍未达成协议 双方在捕鱼权的问题上各不相让 英国登策欧盟调整立场 而欧盟则坚持有权在涉及本身利益的问题上 做出反应 苏格兰首席大臣斯特金 呼吁首相约翰逊寻求和欧盟 延长脱欧过渡的安排 只政府需要集中尽力 来应对变种新冠病毒的传播 英国与欧盟的谈判人员 20号继续到比利时布鲁萨尔的欧盟委员会总部开会 欧盟方面早前称20号为谈判的最后限期 但最终双方仍未能达成协议 当地媒体报道 双方在英国水域的捕鱼权问题上 云方坚持这是主权问题 批评欧盟要求在英国脱欧后 仍然能够在英国水域内自由补局并不合理 欧盟首席谈判代表巴尼耶齐后发推文 表示尊重英国的主权 但欧盟需要在涉及本身利益时 有机制去采取行动 来自英国政府高层的消息透露 目前脱欧贸易谈判依然艰巨 双方仍然存在重大分歧 但英国会继续按照本身的原则 寻求所有达成协议的办法 奉我为视中共的 英国脱欧谈判已经进入了最后的关键时期 德国在英国的商会 近日在德国首都柏林 发布了关于在英德国企业的调查报告 报告显示 疫情使得公司的收入减少 而脱欧又会让公司的支出增加 让企业难上加难 脱欧谈判僵持不下 经济上的不确定性 对在英国的德国企业 则成的负面影响是持续性的 而如今又受到疫情的拖累 在英德企正在遭受双重打击 根据德国英国商会以及 毕马威事务所进行的联合调查显示 55%的在英德国企业表示 公司业绩在2020年又明显下滑 而受到严重影响的公司比例 也由2019年的5%上升到31% 同时依然有四分之一的公司 完全没有做好 拖后的准备 根据德国英国商会分析 由于目前在不少问题上 欧盟和英国还没有达成协议 因此在明年年初脱欧过渡期结束之后 尤其是在1月份 对于德国以及其他在英国的欧洲企业 将会是非常混乱和复杂的一段时间 同时公司适应相关转变的成本 也将大幅上升 很多问题是无答应 尤其是无答应 尤其是两方面 目前准备有足复杂的 准备有足复杂的 如果在一场合复杂的 这种产典的准复杂 在限制之后 完全不准复杂的 不准复杂的 确定是很明确的 在企业的货带和货带 准复杂的货带 会增加 对于高的执行 货带、货带、货带、货带 而且这些高的货带 会与新冠军的影响 准复杂的影响 法国政府的中国事务代表 前总理拉法兰 近日在巴黎 接受本台记者专访之际 就后疫情时代 如何进一步巩固 中法中欧关系 产生了个人的看法 拉法兰认为 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各国 同中国彼此之间 其实相互了解的还不够 要巩固双方的关系 需要从两个主要方面着手 第一是文化交流 这也是最重要和最根本的 其次拉法兰认为 双方还应重视主权与合作 既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展开交流 并继续捍卫多边主义 另外 还应致力于此前 受到美国特朗普政府打击的 三个国际机构组织的重建工作 拉法兰在最后表示 中法和中欧之间要继续坚持对话 尤其是在出现分歧的情况下 只有对话才能更好的相互理解 只有对话才是通往和平的道路 凤凰卫视 金亮 林平 法国 巴黎报道 好 我们来看网页上的消息 关注到在美国方面 外电报道呢 美国的国会很有可能会通过 一项价值19亿美元的拨款案 那这项拨款案呢 主要是针对中国公司华为和中兴 将会支持美国公司去拆除 华为和中兴的通讯设备 那关注到早前呢 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是 要求说美国的公司禁止获得 政府资助来购买华为和中兴的通讯设备 到这个月又再次要求 已经使用了相关设备的通讯商 移除这些设备 另外呢 在19亿美元的拨款当中呢 还包括支持那些受到疫情影响的 低收入家庭 补贴他们去获得宽带和互联网服务 好 我们来看其他 对于美国后任总统拜登 执政之后的中美关系 中国主流观点普遍是谨慎乐观 期待多边机制下的合作 可以缓和双边分歧的紧张气氛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 指当前中美关系螺旋式下滑 跌入建交41年来的低点 现在到了决定中美关系巨轮 下步航线的关键时候 有分析说 这是中方对美国后任总统拜登的期待式喊话 曾在2014到2019年间 担任中国驻美国休斯敦总领事的李强民表示 对拜登执政后的中美关系谨慎乐观 这基本反映了中国的主流预测 他们都是为了维吾美国利益 他不会首先来考虑中国利益 怎样对美国有利益 他会采用采用什么方式 但是从一些具体做法上来说 我认为将会有很大的差异 就是拜登他们来会更理性一些 而特朗普在本届总统任期行将结束之时 再抛出多项举措给中美关系添堵 不少分析认为 拜登上台后很难摆脱这些撤肘 而中国智库学者普遍建议 用好拜登崇尚多边领导力的意愿 双边分歧难免紧张 但多边平台的频密交流 或许能生成密合剂 我们不断地在跟拜登释放各种善意 所以我觉得中美在气候变化 全球抗议 也包括重返WTO WHO 甚至TPP CPTPP的谈判 都能够找到共同的语言 形成多方面的平台 来推动我们的双方的良性的互动 同时会对过去四年 特朗普自由落体下滑的中美关系 划上至少一个承接 就是会阻止他的自由落体下滑 有分析认为 首成大国美国要通过维护国际秩序 来维护自身利益 最好的战略就是用好中国资源 共同维护国际秩序 曾担任美国助理国务卿的约斯福奈 也认为 拜登政府在气候变化 抗击疫情等多边议题上 要有所作为 离不开中国的合作 中美脱钩根本不现实 美方的意识形态对立和冷战思维令 中方感到担忧 尤其是一起把中国刻画成 邪恶帝国这样的所谓的论调 令中国上下更是同种敌开 不过中国官方也正在注意 用更多元的叙事主体和叙事方式 向美国民众以及西方世界来呈现更立体的中国好形象 通话卫视 陈林 付托北京报道 中国和老挝共同投资建设的老挝第一条高速公路 中老高速公路万象之万荣段20号正式通车 结束了老挝不通高速公路的历史 当天通车仪式在云南昆明和老挝首都万象 以视频连线的方式同时举行 万象之万荣段是中老高速项目的第一期 于2018年12月30号开工 提前13个月建成 路段总长约110公里 结合了中国和东盟的设计标准规范 为双向设车道高速公路 设计时数为每小时80至100公里 今后万象之旅游城市万荣的行车时间 从原来的3.5小时缩短至1小时 中老高速公路始于万象 止于中老边境 全线设计约440公里 是中国至中南半岛交通大动脉的核心组成部分 也是中老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合作项目 全线建成后将形成老挝中北部的交通主干道 促进老挝经济社会发展 推动跨境商贸合作和人文交流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尼泊尔总统班达里20号宣布 应政府内阁请求解散联邦议会众议院 并将在明年的4月30号以及5月10号 分阶段举行新一届选举 比原定计划提早超过一年 尼泊尔总理奥利20号上午召开紧急内阁会议 宣布向总统提请解散众议院 随后赶往总统府与总统班达里会面 总统班达里同意了这一提议 奥利是现执政党尼泊尔共产党的主席之一 党内另一位主席是尼泊尔前总理普拉昌达 在2018年5月两位主席所代表的派系合并以来 内部长期存在斗争 据尼泊尔媒体报道 最近党内斗争加剧 奥利被指在政府决策和人事任命中不咨询党内高层 奥利的亲信说 党内曾要求奥利辞职 这次解散众议院是他的回击 对于解散众议院这个决定 多方表达了不满 抗议民众高呼反对奥利的口号 焚烧其雕像 随后与防暴警察发生冲突 普拉昌达阵营的七名政府部长宣布辞职 已是抗议 最大反对党尼泊尔大会党等政党也表示强烈反对 尼泊尔舆认为 尼最高法院有可能进行干预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休息一下 后来有来自两岸三地的最新消息 稍后解 各位早 欢迎大成 2020年12月21号星期一的凤凰早班车 我是全全 来看今天的重点新闻 英国疫情急剧恶化 当日新增近三万六千人确诊 当局宣布收紧防疫措施 以遏制变种新冠病毒传播 让很多民众不能够欢度圣诞 卫生大成汉考课表示理解民众感受 但变种病毒已经失控 国民必须一起克服 英国日前发现变异的新冠病毒毒株传播速度更快 荷兰 意大利已经在国内发现感染英国变异病毒毒株的确诊患者 为防止这种病毒株传入 多国相继宣布对英国入境旅客设限 包括暂停往返英国的航班 香港一名擅自离开医院的新冠肺炎确诊者 20号晚上在旺角被警方寻货并送回医院 暂时未知他逃走的原因 以及期间去过哪些地方 医管局称他在治疗期间已经多次不合作 常规检查都要多次劝愈才配合 内地在有零星疫情 辽宁大连20号新增一例本土确诊病例 是此前本土无症状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 而广东广州南沙区20号也发现了 一例新冠肺炎核酸阳性人员 它的密切接触者核酸检测结果都是阴性 日本青森县东部海域今天凌晨的2点23分 发生理事6点5级地震 青森县严守县等地震感强烈 暂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 日本青下厅表示 这次地震可能导致海水潮未发生变化 但不会引发海啸 内地再有零星的疫情 辽宁大连20号新增了一例本土确诊病例 而广东广州市南沙区20号呢 发现了一例新冠肺炎核酸检测阳性人员 他的密切接触者核酸检测都是阴性 辽宁大连市卫健委20号表示 新增确诊的39岁男患者 是此前本土无症状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 在金浦新区经营餐馆 在集中隔离期间排查发现 现已转入辽宁省新冠肺炎集中救治大连中心隔离治疗 病情殊普通性 金浦新区全员核酸检测 共已采集超过81万人次 其中19万检测结果已出均为阴性 目前已将金浦新区先进街道金润小区B区 划定为中风险地区 同时大连市也全面加强冷链动品铁桶式防控 并实施全闭环管理 而在广东广州市南沙区 20号对入境隔离酒店工作人员进行例行检测时 排查发现一例新冠肺炎核酸养性人员 南沙区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 启动新冠肺炎疫情应急处置工作机制 对这名女患者的密切接触者 130亿人进行核酸检测 结果均为阴性 31岁的女患者是入境人员隔离酒店的工作人员 经专家组判定为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 此前 这名患者在11月28号和12月4号11号 三次核酸检测均为阴性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截至20号凌晨 香港新增74宗新冠肺炎确诊个案 本地个案占到70宗 其中25宗源头不明 另外再有50多宗初步确诊个案 新增个案中 有4宗属于输入个案 70宗本地个案中 沙田一天超市 音乐教室 将军澳蓝田 隧道工地等群组确诊人数 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 两名在护老院 以及日经活动中心寄宿舍工作的 职员确诊 相关院设的院友 及与患者曾有接触的职员 需要隔离警疫 银爱医院一名男护士初步确诊 他居住的大厦有确诊患者 一名病人服务助理 被列为紧密接触者 需要接受医学观察 在有多栋大厦 有多人确诊 居民需要接受检测 另外望角一间 医学诊断中心的两名员工确诊 他们此前在戴着口罩 并身穿防护服的前提下 协助过一名确诊者 做电脑扫描 期间患者曾短暂摘下口罩服药 两名员工在照顾时怀疑受感染 一般来说 两个人戴口罩 就是病人和接触者都戴口罩 当然风险就会比较低 但是病人戴口罩 接触者戴口罩 其实风险都是高的 因为病人都可以出一些飞沫 各样都可以染到接触者的眼 或者其他地方 所以这个都是有个风险 冬至降至不少家庭都会按传统聚餐过节 香港卫生防护中心提醒市民 不少确诊个案都是通过家庭聚会传播 呼吁市民思考当中潜在的风险 凤凰卫视金小飞香港报道 香港移民日前擅自离开医院的新冠肺炎确诊者 20号晚上被警方寻货 并且送回医院 暂时未知他逃走的原因 以及期间去过哪些地方 确诊患者李韵强被警方截获之后送上救护车 全身已经换去了离院时的病人服 改穿上全身的黑色外套 戴上黑色鸭舌帽 消息指有市民晚上在望角看到李韵强的踪影 警方集后在望角波兰街以及长沙街交界把他寻回 63岁的李韵强18号下午大约5点 擅自离开伊丽莎博医院 医管局说他在治疗期间已经多次不合作 常规检查或监测都要多次劝愈才肯配合 而他的病毒 而他的病情目前稳定 但是仍有病毒感染的症状 根据法例正在被检疫或隔离人士逃走 一经定罪可获罚款5000元或监禁两个月 由港澳台湾慈善基金会和凤凰卫视 携手合作举办的第15届2020爱心奖 20号在香港台北和北京三个会场同步举行颁奖典礼 来自全球华人社区的八位得奖人 一同分享了他们的行善经历 前香港绿政司司长 爱心奖中选委员会主席梁爱施 凤凰卫视执行副总裁杨家强等主理嘉宾的共同见证下 第15届2020爱心奖颁奖典礼 在香港北京台湾三个会场隆重举行 本届的得奖人 有大家熟识的慈善家 也有默默耕耘的一生姐 相同的是 他们都精尽所能 服务有需要的人 以爱和关怀 较量社会 凤凰卫视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行政总裁刘长乐通过视频致词 他表示 在疫情肆虐下 今年的颁奖典礼如期举办 意义游胜往年 本届爱心奖的甄选范围 首次由两岸四地扩展至全球华人社区 选出八位在全球为公益无私奉献的慈善楷模 来自香港的得奖人 有热心参与巧悟四十多年 捐资数亿元 积极心血扶贫的企业家成熟人 九十一岁高龄的他也亲自来到现场 我会在传承给我的家族下一代 一代传一代 能够再为社会都做一些贡献 都做一些的服务 和莫养计划联合创办人黄凯鲜医生 他与丈夫在刚果共和国发展非牟利严格中心 内地的两位获奖者 包括执掌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推动偏远贫困农村儿童教育和营养改善的卢脉 以及创立内地唯一一家专注治疗及助疾病的慈善组织的刘海英医生 谢谢王正耀先生 台湾则有三人获得爱心奖 分别是医生弘扬佛法 在全球创建三百多所寺院的新银大师 推动企业社会责任教育 及青少年全人教育的企业家沈文正 以及在台湾宜兰服务半个世纪 致力于帮助身心障碍者生活自理的意大利神父宇若瑟 来自海外地区的首位得奖人 则是美国帮帮忙基金会创办人爆判小代 基金会20年来在26个遭受自然灾害或贫困的国家救助民众 并推广教育 每位得奖人将货颁15万美元奖金 以支持他们继续发展慈善事业 方豪卫视李千千 香港报道 台湾方面今天有哪些新闻焦点 我们请祝台北记者蓝镜图来告诉大家 镜图早 前天早 各位观众早安 台湾方面的报纸焦点 首先来看的是中国时报的讯息 台湾的新冠疫情出现了航空界群聚感染的首例 官方的流行疫情指挥中心20号公布了三个新冠肺炎的确诊个案 其中两人是航空公司的男机师 而且都是日前已经确诊的女机师的同事 官方评估三人体内的病毒浓度之后 认为是新西兰籍的男机师 可能是这起群聚感染的感染源 由于台湾官方为了方便航空公司运营的需求 让机师居家检疫期只要从14天缩短为3天 那空服员只要5天 官方表示接下来将研议是否要增加机组 相关人员的居家检疫期 接着报纸焦点来看的是 一间位在北台湾桃园的制药厂20号在进行化学溶剂处理时突然爆炸 导致两名员工受伤 而爆炸之后引发了大火生产线因此全毁 报道指出这间药厂是全球第二大抢绿魁 在台湾叫做是抢绿魁宁 是这一个药的原料大厂 而这个药日前被传出对于新冠病毒有治疗的作用 因此引发关注 而这次事故导致药厂损失至少8亿台币 台北战的采访重点要来关注的是 蔡英文政府将于明年元旦开放 含有瘦肉精莱克多巴胺的美国猪肉入台 引发强烈的反弹 民间团体今天将到美国在台协会AIT台北办事处示威 也将邀请AIT针对莱克多巴胺健康风险 进行台美民间的科学对话 另外蔡政府积极推动军方自制潜舰 台军在日前证实潜舰中的数位声纳系统 已经获得美方同意核发的输出许可 而另一项重要的红区装备战斗系统 军方评估渴望在本周获得美方的同意输出许可 相关消息我们台北战斗会持续跟进 接下来时间交还给全权 好的 谢谢净途 我们再来看看财经消息 来看最新消息 美国国会共和民主两党领袖 在当地时间的20号晚 在新一轮9000亿美元的经济纾困方案 达成了最终协议 但是目前仍然没有交付众议院投票表决 较早前 美国国会的共和民主两党 就纾困方案达成共识 预计内容包括 向每名国民派发600美元现金 每星期发放300美元的额外失业补偿援助 以及支持小型企业等 再来看到美股方面 美股上周震荡向好 三大指数扭转了之前一个星期的下跌势头 展望本周投资者关注美国国会通过新的纾困计划进展 以及另外由于圣诞节假期 美股本周只有三个半的交易日 市场憧憬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在新一轮纾困方案取得共识 加上新冠肺炎疫苗的正面效应推动 带动上周美国股市震荡向好 但在上周五四项金融衍生商品结算的四污日 三大指数触及历史新高后回软 总结整个星期 三项主要指数都有所回升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0.44% 标普500指数升1.25% 纳斯达克指数大升3.05% 本周公布的主要经济数据 包括周二发布的第三季GDP中值 12月资商会消费者信心指数和11月橙污销售 而11月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 耐用品订单出值 以及12月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中值 则在周三出炉 周四平安夜只有半天交易 周五则休息一天 另外市场焦点仍然落在美国国会能否通过新纾困计划 虽然民主共和两党对9080亿新纾困计划的细节 大致达成共识 但仍有一些分歧 凤凤卫视综合报道 香港股市上周震荡走低 是连续第三个星期路得周线下跌 受到外围市场走势反复影响 港股在上周陷入窄幅波动 恒生指数在周中曾经跌至一个月低位 随后收复部分失地 恒指上周五以26498点作收 全周累计小跌7点 周线路得三连跌 多家国际指数编制公司 将受到美国行政令影响的大型中资企业剔除 引发了股价震荡 而内地加强反垄断监管 大型科网股受影响 上周走势疲弱 能否在本周止跌回升将会受到关注 好我们来看报纸上的消息 关注到内地的房价 最近几年的内地一线城市的房价高企 那最新的数据显示 在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当中 深圳它的二手房市场的房价 是四个城市当中最高的 比北京和上海高出了30% 比广州更是高出了近一倍 那关注到深圳方面 它现在的截至到今年的11月底 全市的二手房的房价 每平方米已经是接超过了8万一平方米了 按年飙升了25% 特别是在深圳推出了新的 更严格的购房措施之后 深圳的一手和二手房的房价其实都有上升 专家认为这主要是因为 深圳的经济基本面向好 GDP增速迅猛 对经济的未来的预期是比较好的 而另外来关注到 虽然深圳的涨幅25% 这个房价涨幅在北上广深 四个城市当中是最高的 但是仍然远远比不上 它旁边的另外一个城市的 房价的增幅就是东莞 今年的十一月 东莞的房价增幅达到了 百分之四十一 现在全市的这个房价平均是 两万两千八百九十元一平米 灌绝全球 灌绝全国 好我们来看其他消息 苹果公司在印度的手机代工厂 早前因为工资问题发生暴动 苹果表示呢 在有关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之前 由台湾科技企业伪创管理的工厂 将不会再收到新的订单 苹果公司发表声明 指初步的审计结果显示 伪创违反了苹果的供应商行为准则 没有实施适当的公时管理 导致班加罗尔工厂的部分员工 在十月和十一月延迟拿到工资 苹果表明要确保工人得到尊重 及时获得充分的补偿 伪创商周六发表声明 只会撤换一名负责印度业务的管理人员 而台湾媒体报道 伪创在当地通过五家劳务公司聘用员工 伪创也按承诺按时发放工资给工人 这是劳务公司和工人之间的纠纷 休息一下 回来有专线大观 稍后见 欢迎回来 日本青森县东部海域21号凌晨 发生了理事6.5级地震 暂时没有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 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凌晨2点23分 青森县严守县等地震感强烈 日本气象厅最初测定为6.3级 其后修订为6.5级 震中位于本周青森县东部海域 震源深度大约43公里 日本气象厅表示 这次地震可能导致海水潮位发生变化 但是不会引发海啸 日本首相官邸危机管理中心 已经开设了信息联络室 负责收集地震的相关信息 我们来看一下报纸上的消息 关注到今天冬至将会出现 一个400年一遇的天文奇观 叫做木星土星超级近河 这什么意思呢 就木星和土星啊 都是太阳系当中最大的两个行星 那它们平时非常的明亮 但是很难相遇 所谓的相遇呢 就是地球木星和土星 运行的几乎连成一条直线 那从我们地球的角度去观测的话呢 那木星和土星就几乎是 重合在一起相遇了 这次之所以是400年难得一遇 是因为木星和土星 它们之间的角度 将会非常非常的接近 只有0.1度 那上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是在1623年 而下一次再要看到 就要等到2080年了 根据气象专家说呢 其实根据天文学家说 这个现象哈 今天在全球的很多城市 都可以观测到 而中国的南方城市 可能比北方会观测到的 更轻一些 最佳的观测时间 是今天的傍晚 所以如果你今天下班的时候哈 走到空旷的地方 望向西南方来看看 能不能辨认出天上的木星和土星 好来看其他消息 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哥 20号发表圣诞节前的 最后一次礼拜讲话 对今年引起争议的 范蒂冈圣诞雕塑只字不提 被外界推测时 想借此表达不满 方济哥当天在向信众发表讲话中 批评了消费主义 奇节圣诞节 并重申要认清现实 贫穷和爱的重要性 范蒂冈城当局每年都会挑选各地的政府或艺术家 捐赠耶稣诞生场景的艺术品 在圣诞节期间摆放在圣笔的广场作为展览 今年产品当中包含了宇航员和科幻电影角色等 非传统元素雕塑 引起不少信众的猛烈批评 方济哥在讲话中 对今年广场的圣诞雕塑只字未提 但就两次邀请信众前往广场旁的户外展览 欣赏十件欣赏一百件传统的耶稣降生场景展品 以上就是全部内容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 再会